台北市松江路的四星級飯店 竟然爆出了鞋禮 性騷擾多名女員工 長達兩年多 甚至看到當時還偷拍 群下風 開了閃光燈 那麼其實員工都知道 但是苦不堪言不敢講 那麼對方只是被寄了 兩隻大過減薪 事隔一年又繼續升職 當鞋禮 西裝鼻挺的鞋禮 走進房屋人員工作室 假裝需要關心工作 突然間她伸出魔爪 先女員工群體 毫不避諱開閃光燈偷拍風光 雖然被害人早有察覺 但對方身居管理高層 被騷擾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声內距下指控 被害人偷偷用手機錄下過程 影片中至少可以看到 有三人受害 從另一段影片來看 證明王姓鞋禮 幾乎都快要碰到 女員工的屁股了 手遊已在群體之下偷拍 再馬上拿起手機欣賞 協力的騷擾行為已經讓女員工活在恐懼之中 2017年底他們向公司告發後 信品會對當時的王經理寄的兩支大過減薪處分 但是隔年他又馬上被升為協力 薪水加到比原本還多 甚至今年七月二十八號 他又在沒人的樓梯間對女員工捏臉性騷擾 只是八月新品會還沒有個結果 公司又要求他們調到晚班 讓被害人覺得被針對 女員工事後決定報警處理 江朝刑法的妨害秘密及性騷擾防治法中的不當觸摸進行偵辦 雖然飯店認為是員工藉機聲勢 但偷拍事實擺在眼前 是非對錯恐怕已有結果 藉著專訊號成績會以臺北採訪報導